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要介紹的角色是日版這個月六星 喜歡玩捆綁PLAY的國中生 芳希 前衛防礙間輸出 1技能對前方第二位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並小幅度拉近 使其暈眩1.5秒 自身中幅提升物攻 小幅提升物防 持續12秒 2技能對前方放在700內的所有敵人造成小幅度物理傷害 並使行動速度跟移動速度小幅度下降 持續12秒 1技能開戰後提升自身物防 最後是六星後的UB 對前方範圍900的敵人造成中幅度物理傷害 敵人數量越多 傷害越高 最近的敵人拉近 距離300 最近的敵人擊退 距離300 受到傷害的目標會被束縛4秒鐘 芳希的技能施放順勢開場拉人 然後普攻再2技緩人 後續循環 我就打在畫面上拉 芳希競技場夜裝備 我是傳畫面上這三件 盡量提升攻擊力 盡可能提升UB破盾的可能性 芳希因為爆擊率很低 所以我武器是用提升物攻的 競技場角色按照慣例測一下出動技能施放速度 測了一下 發現新大陸 原來有人的技能施放速度能比領還慢 不簡單 從今天起技能施放速度最慢的寶座換人座了 笑死 至於移動後UB的速度 1分24秒UB算很慢了 大部分角色被酒鬼補TP之後是1分25秒UB 不過至少比部位快啦 沒有電敵 可喜可賀 然後稍微講一下古 芳希當年剛出的時候是競技場防守人權 又稱競技場亂援 稱為亂援是因為他拉人拉來拉去有時候會miss 對面戰位順序改變之後很有可能會影響勝負 所以很多打芳希的隊伍都只能是運氣姐 沒辦法文姐 要看臉 超級可怕 當時是異手難攻的年代 不過因為太異手難攻 打起來沒有成就感 很多玩家就覺得競技場不好玩就不打競技場了 後來CY怕了之後 競技場就改成異攻難守了 競技場會變成異攻難守 有一部分是芳希的功勞 然後在上古時代競技場節奏很慢 隊伍組成可能類似於現在畫面上這樣 防守方放一堆烏龜 然後我方放一個坦克 放四個輸出角色在這邊拆坦克 進攻方火力夠強就會贏 火力不夠就會輸 不過不管贏還是輸 都會打蠻久的 在這種打很久的對抗裡 芳希就超煩 左邊進攻隊友原本只要放一個坦克 對面如果有芳希的話 安徽被拉到前面去被坦克扁死 所以會需要放兩個坦克 輸出原本可以放四個 對面有芳希的話就只能放三個 這個就是芳希當年拉人技能的強勢之處 不過現在因為競技場節奏變很快 不是你瞄我 就是我瞄你 被拉到前面去也還好 以現在環境來說 拉人技能對於勝負的影響很小 再來是芳希UB火力 這邊我做了個測試 對面組合 芳希 酒鬼 部位 艾梅絲 小雪 讓對面艾梅絲開搶UB之後 我方芳希再UB 看芳希能打破幾個人的盾 答案是酒鬼 艾梅絲跟小雪都被破盾捆綁PLAY了 剩下紡希跟部位沒有 不夠硬的角色 即使有艾梅絲護盾防身 還是擋不了紡希的捆綁PLAY 作為對比 部位放UB則是一個盾都沒破 部位還蠻慢熱的 第一發UB又夠癢 好啦 前面講了一大堆 應該已經有人沒什麼耐性想要看實戰了 雖然還有一堆要講的 不過還是先看實戰吧 防守方式超級經典烏龜防守隊 胡桃 酒鬼 魔法霞 艾梅絲優衣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群組現在還有人在敗 於是用紡希隊伍去扁 開場艾梅絲UB 然後我方紡希UB 把對面拉過來給毛依未扁 1分20秒罷同UB扁人加消狀態 1分16秒獲勝 秦光對面 防希進攻最佳夥伴就是毛依未 至於為什麼是毛依未不是公主靈 原有以下幾點 第一 毛依未六星 體質比公主靈硬 第二 公主靈很怕開場技能被斷 毛依未不怕 第三 毛依未UB後可以免疫控場 公主靈不行 第四 公主靈 UB完就沒了 毛依未則是還有技能可以扁人 即使UB沒把對面秒掉 還可以靠後續小技能把對面扁死 第五 毛依未單體輸出 遠高於公主靈 第六 毛依未UB是全體傷害 只有二技是手短的範圍575 用公主靈的話 UB順序一定要是紡希先 公主靈後 用毛依未的話 紡希只要在毛依未UB之後 第二動之前放出UB 把對面聚集起來給毛依未砍就行 誰先UB影響不大 要求不高 總之因為以上這堆原因 所以雖然紡希比較喜歡靈 不過我們還是要把她跟靈拆散 毛依未才是你的最好夥伴 接著 第二場 對面是我群組有人放的防守隊 我看很多人都紡希跟布韋一起放 紡希 祈禮 布韋 泳裝 千哥 艾美絲 這場我用新年毛普通毛紡希 泳裝咲戀 小雪來打 開場我方被暈 然後1分24秒 紡希跟毛依未照順去UB 1分22秒 小雪UB控場 1分18秒 對面剩下部位堅強的再反抗 她放出了UB我方六星毛依未混亂了 毛依未先砍了紡希 再砍新年毛依未 最後混亂終於結束 打爆部位實現一打七 我感覺到 毛依未回來了 她瘋起來連自己都砍 這場放小雪的原因是 小雪1分22秒會UB控制4秒 可以讓毛依未多4秒輸出 同隊伍 小雪換霸童也能贏啦 霸童雖然不會控場 不過她開場就有破防 然後UB也有傷害 可以提升毛依未的傷害量 讓毛依未更快把對方收掉 把有問題的人解決之後就沒問題了 另外說一下 紡希我覺得有點可惜 她被泳裝咲戀補TP之後可以移動後UB 但被解放望補就不行 解放望補TP的量不夠 所以紡希如果拿去盲打還是要帶泳裝咲戀 要是可以配解放望 就可以多一隊盲打隊用了 下一場 對面是我3V3 毛依打遇到隊伍布丁 布衛 殭屍 松鼠 魔法霞 艾美絲 開場對面松鼠扁了我方小雪 小雪1分25秒就放UB控場加破防了 只有我方紡希 毛依未UB 對面就剩下布丁了 這邊靠了一點運氣 順利收掉布丁 獲得勝利 這一隊進攻隊伍固定角色 毛依未紡希泳裝咲戀 新年毛依未看對面有沒有放魔法霞 這位一個角色則是看情況實用 小雪優點是多一個控場對面二號位 然後他打布丁比霸彤痛 面對布丁的殘局 勝率會比霸彤高一點 霸彤則是讓隊伍有更強的活力 可以更快把敵人收掉 兩者各有優缺點 在下一場 對面是我1V群組有人擺的隊伍 布丁 泳裝炸彈人 泳裝謙歌 拉拉隊初音 花靈 拉拉隊初音沒有泳裝咲戀的話 秒不掉毛依未也秒不掉鏡華 不過毛依未沒辦法再承受更多傷害了 如果吃拉拉隊初音傷害又吃泳裝炸彈人傷害 有機會被秒 所以前面要放一個坦幫他擋傷害 這個坦克要是除了能扛傷害 還能額外做其他事情就會更好了 比較好的選擇是 新年靈跟旺 這兩位UB都能控場對面 單純就這個組合來說 放新年靈跟旺都行 看在剛剛把紡希跟靈拆散 紡希很可憐 這場就放個0吧 至於同為慈悅之音卻被排擠的小旺就再說吧 反正就對面拉拉隊初音秒不了人 我方一陣UB之後 對面倒光光 有鏡華在場 布丁不太可能拖到超時 好啦 以上就是最近我在用的紡希進攻隊了 這幾天主要再測的是最後一個角色 到底用小雪還是霸童比較好 目前測下來 大部分大概八成以上組合 兩位都會贏 只有少數組合會有差 在小雪有沒有控場對面二號位都沒有差的情況下 目前感覺是霸童勝率比較高一點 前面那個經典烏龜防守隊必須要霸童才行 小雪不行 3v3盲打好不好用我還在測 才用沒幾天就只有再說吧 然後現在畫面上這邊是我今天EV群組的防守隊伍 紡希登場率很高 超多人用 是很熱門的防守角色 只有台版出紡希的話可以抄一下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啦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